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这个泰国的这个旅游业呢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吧 因为啊 曼谷还稍微好一点 比如说像清迈啊 普吉岛啊 然后巴提安那些的话的确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上次去了那一个巴提啊 就很多的店铺啊 很多的酒店啊 然后那种酒吧一条街网上的话 都已经是关门了的 所以就是对泰国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所以呢 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酒店都是在打折 那董董现在呢是在泰国的曼谷啊 然后今天我在网上预定到了一家酒店 只花了500泰铢 就是100块钱人民币吧 在这一边在 萨拉档这边就是洗龙商业区 这里还是很繁华的一个商业位置啊 那董董现在是酒店路住这条小巷走进来 那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100块钱啊 能住到什么样的酒店啊 其实走在这条路上还是挺安静的感觉 因为这附近的话就是那个萨拉档嘛 那边的话就主干道 然后这条小里面有很多小巷子了 这里面 然后都是有一些老房子 也有一些新盖的一些房子 就是很有年代感又很有现代感 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这里的话就有一幢特别高大上的一幢楼啊 然后走在这里就是很闹钟取静 然后你要去什么Santral Ward呀 去一些其他地方呢 都有那个地铁和轻轨都有在这里 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哎我好像已经找到了 在前面这一幢粉红色黄色的这一幢 外表看起来还是有点年代感的啊 那我们进去录驻吧 我已经录驻了 他录驻的还是挺快的 然后走进来这里 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他这个酒店好像是有一家集团 叫做UGH集团下的吧 因为之前在Ratchetville那一边 也有一家这样的一个旗下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然后这里应该是电梯上去 他是在几楼 十楼在十楼 在高层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在高层 就是如果有阳台的话 就可以看出去窗外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有发现这里有一些 陆住的人呢都是一些泰国人 因为很多在泰国的本地呢 他们可能就是不能出国了 然后可能呢从 曼谷的城东来到曼谷的城西 这样子来一个跨城旅游啊 也是挺不错的 我已经来到十楼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挺阳气的啊 虽然外面看起来比较的有年年代感 然后进来是很阳气的 其实曼谷有很多房子外面都是很破破的 但是里面装修的特别好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滴 想了 哎呀 尝上去 哎 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哎 我们进来发现这个房间呢就是有点暗暗的啊 不是说很亮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温馨啊 然后这里就是相当于这边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小客厅这样子的 然后有这里有沙发 然后有一个电视机 哎 这液晶电视还是挺大的哦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天台 能不能拉起来看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给拉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这样的一个外面的景象 你看外面的人行道 这样都能看见哦 好 哎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冰箱 一般来的话呢都是有冰箱 里面应该有两瓶矿泉水 没错啊 两瓶矿泉水呢就是免费的 你可以再看到里面还有什么 一般来说如果里面有什么可热啊啤酒这些 都是要收费的哦 然后这里呢下面还放了一些咖啡什么的 都是免费的 这个还不错 然后哎 这边就是那个浴室卫生间 哎 这卫生间比较的宽敞明亮啊 哈喽 然后很宽敞明亮啊 这个洗浴盆也很好 然后哎 它这里有沐浴露 还有浴帽 牙膏牙刷 哎 天呐还有这个T恤刀 很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很多的酒店呢是不提供洗漱 竖长品的 有些呢也没有牙膏牙刷 它这里都配备了 所以这点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吹风机啊 吹风机也有非常棒 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马桶啊 马桶不是全自动的 有一些酒店是全自动的 然后电话机 这里的话就是淋浴的地方 你看这上面有个洒头 然后这边也有这样子的 它是不错的哦 很干净 这个卫生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哦 这里是什么呢 哦 这里 哇天啊 这个是什么 吓死我了 哦 这里可以晾衣服 有运斗 然后下面有把雨伞 还是挺能性化的 如果说下雨的话 你就会用酒店的这个雨伞了 最重要的就是房间啊 哇 好大呀 我感觉特别的舒服 这个房间 很安静 进来之后就是很安静的 哇 这里还有一个电视 我的天哪 这也太夸张了吧 然后这里有拖鞋 这个拖鞋不是那种一次性的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用过 这里是什么 我的天 这里面还有一个衣柜 还有浴袍呢 里面还有两个枕头 这个不知道 这酒店的东西 大家不要去弄坏它 弄坏的话是要赔的 哇 我的天哪 这是 这里还可以出来 这是 这是我的私轮的 这是我私轮的地方吗 哦 我的天哪 哎 有点下雨了 Oh my god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出去 很舒服耶 你看到了吗 那里 那里就是 曼谷最高的 泰国最高的那个楼 叫做橡树大楼 很贵的哦 那个楼 哇 这边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边的高楼大厦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非常闹钟取静的感觉 我们看那一边的话 就是轻轨和地铁什么的 Oh my god 这个是我独享的一个后花园吗 这也太棒了吧 只有这间房间有 只有10层这间房间有 你看这个楼上的就是没有出来的 哦 天哪 真是撞到了 这一个 这个小小后花园 那我们回去吧 哇 就是这样子的 看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又下起了这个小雨了 因为最近泰国也有台风 所以最近很凉快 然后已经过了雨季了 但是还是会下一些雨 然后这 我感觉这100块钱 这个酒店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啊 但是 这100块钱没有包括自助早餐啊 因为我早上想去外面的早市去吃吃看 不在酒店里吃 如果要有这个早餐的话 可能要加四五十块钱左右吧 然后这样的一碗的话是 100 500株左右 100块钱人民币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家酒店有没有游泳池 哦 好像是有一个游泳池的 但是呢 不是说在 不是在这个顶层那一种 就很普通游泳池 就像 就像我们看那一边 看到没有 那里有一个游泳池 那个是另外的一个小区的这样的游泳池 所以说呢 就是说啊 在这个 呃 泰国曼谷一般来说 小的公寓 一般来说小的公寓的话呢 就差不多就像这样子 有一个小客厅 然后有一个卫生间 一间卧室 呃 然后有一些的话 一个小厨房 这样就是四五十坪 因为泰国的房子呢 是公寓的话呢 是没有公汤面积的 四十坪就是四十坪 其实很大 四十坪就相当于我们家的那种 五六十坪这么大的感觉 然后如果像 你看到没有 这边这种 这种叫做mini condo 就是公寓 泰国公寓 外国人是可以买公寓的 外国人不可以买别墅 但是可以买公寓 然后公寓一般都会配备一些游泳池啊 然后有这个健身房啊 图书馆啊 然后有免费的停车位啊 它的汽车的话都是开到自己家楼下的 不是说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停完车之后自己跑进来 就直接停在一楼二楼 因为泰国的公寓全都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楼是不住人的 它是停车用的 然后停完车自己坐电梯到家这样子 好了 那这期视频呢 等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来泰国旅游生活的话 我觉得酒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要去选择一些啊 适合的酒店 泰国曼谷的酒店有很多很多 位置的话可能有些很便宜 但是它的位置呢 就比较偏僻 大家来旅游 主要是一个位置 然后交通要便捷 你去哪里玩 都可以坐轻轨地铁 或者打车也禁嘛 对不对 你住了一个机场附近的 天哪 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路上好了 好啦 那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想了解泰国哪些方面呢 都可以给董董留言哦 那董董都会看的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